这个爷们儿是个护工 开场一分钟就领了盒饭 然后接二连三六人被杀害 最后都被做成了展品 大家好 我是星期三 今天接着讲九号密室的私密展览 地下室在举办一个私人展览 展览名为碎片 从电梯中走出来一个酒流演员 来到前台和满是纹身的服务员协聊了几句后 拿起一杯香槟一饮而尽 临走还拿走了一杯 下一个进来的是在大学教艺术的 就叫小胡子吧 进门就撩妹 结果被服务员果断回绝 还会陆续有人登场 但是只有小胡子是懂艺术的 然后进来一男一女 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 小辫子皱着眉大呼小叫 原因是 他的名字像一个喜剧演员 被一同到来的老太太嘲笑了一番 长头发的演员面对这些艺术品一脸懵逼 满腹经纶的小胡子在他面前侃侃而谈 最后进来的是个盲人 他是个网络作家 演员全部到场 故事开始 投影一投下来的这个男人叫奎恩 三年前就去世了 而这群人是他精心挑选出来的 这次邀请他们聚集到这里的目的是 探寻人生的奥秘和真相 比如大家是怎么来到这个世界的 他希望通过这次展览 大家能找到答案 Enjoy 观赏展品的时候 服务员制止了小胡子在公共场所抽烟的行为 小胡子回怼说道 电子烟可以在没有报警器的场所随便抽 大家聊起了奎恩 也对被邀请到这里产生了疑问 演员一杯接一杯的喝着香槟 他来到雪池照了照镜子 然后拿下了护工脖子上的名牌 此情此景 演员想淫湿一手 大家商量过后决定报警 但是地下室没有信号 想坐电梯 但是恰巧电梯也坏掉了 老太太和小辫子强行拔开电梯 打开门发现服务员死在了电梯里面 此情此景 老太太也想淫湿一手 短时间那两个人死掉了 受到惊吓的演员拿起酒瓶喝了一口 酒有问题 他苦苦挣扎 本想压压惊的演员嘴里吐出青烟一缕 一命乌乌 看不见的作家坐在一旁 就刚刚发生的事情 慷慨激昂的写起了剧本 另一边三个人发现了一个出口 但是铁门被一条锁链锁住 于是他们分头去找开锁工具 发现演员死掉后 作家一路漠黑躲进了厕所 这个时候导演已经告诉我们凶手是谁了 但是我不想让你们知道 大家可以猜猜这是谁啊 另一边 小辫子发现演员死掉了 手里还拿着一瓶药 而小胡子也找到了老虎钱 两个人赶忙来到厕所 惊讶的发现 作家的眼睛被抠掉了 情况紧急 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尽快掏出这里 小辫子悄悄对老太太说了什么 当小胡子刚要剪开锁链的时候 小辫子拿出演员手里的药瓶 小胡子三年前做过心脏移植手术 而那瓶药就是抗排斥药物 证据确凿 这时老太太掏出塑料袋 一下套在了小辫子的头上 过了一会儿 小胡子从昏迷中醒来 原来这个老太太是奎恩的母亲 三年前奎恩因脑瘤去世了 在决定器官捐赠之前 嘱咐了妈妈 捐赠后要观察这些受捐者 因为捐赠奎恩的生命 以另一种形式得到了延续 今天本该是齐聚一堂 感恩和庆祝的日子 而万万没想到 每一个受捐人都辜负了奎恩 没有一个人珍惜来之不易的重生 护工移植了肾脏 但是他抱饮抱食得了糖尿病 服务员移植了部分皮肤 却闻得满身图案 演员移植了肝脏 却嗜久如命 作家移植了眼角膜 写的都是成人小说 因为保护不当又瞎回去了 小辫子移植了又肺液 但还是抽着烟 而小胡子移植了心脏 虽然他每天锻炼身体 还注意饮食 但是没心没肺的评论 他人和作品 老太太拿着针管 走向小胡子 说要拿回心脏 有一天 这些器官被赶出 似乎是凭空出现 还像龙卷风一样席卷了艺术界 居然还得了大奖 镜头前居然是小胡子 对于这个结局 网上有很多猜测 在我看来老太太就是被反杀了 因为小胡子挣脱了捆绑 看这里 而不是老太太扎在了自己的胳膊上 老太太苦心设局 为的是成人之美吗 不是 老太太不可能将心爱的儿子的器官 送给小胡子 然后让他拿去收获名利 这个结局符合九号秘诗的 反转再反转的逻辑 好了 今天说到这 下集更精彩 求点赞关注 谢谢